近日,由邓超、陈赫、陆寒三人作为常注目录制的综艺节目《哈哈哈哈》开始了第二季的录制,而这一档综艺节目的第二季也备受大家期待,第一季在上线之前就已经获足了大家的期待,第二季在前一段时间也正式开始拍摄,三个人似乎散落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进行拍摄。 陆寒现身细安,也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而这一部综艺节目的第二季官宣之后,很多的网友自然是非常期待,毕竟三个人曾经在娱乐圈的顶级综艺节目《奔跑八兄弟》里面的合作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通过《奔跑八兄弟》这一档综艺节目,三个艺人也成为了私底下非常好的朋友,经常晒出三个人一起吃饭的照片,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友谊确实是让非常多的网友十分的羡慕了。 而整个第一季的综艺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档综艺节目是比较偏向于三个人个人性格的展现,作为一档真人秀家挑战类的综艺节目,更多的给我们展现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并且给我们传递了非常多正能量的方面。 与现在的综艺节目的形式也略有不同,第二季的拍摄传闻在出来之后,很多的网友就已经十分的期待了。 而在近日,三个人又聚在一起拍摄第二季的宣传照片,这一次的宣传照片整体走了黑白滤镜风格,并且三个人的扮相都是非常的帅气,十分的有机能硬汉风格,很多的网友对于这一次的综艺节目期待值自然是非常的高了。 而在这一档综艺节目的第二季,邀请到了一个全新的嘉宾作为常住Mac,那就是彭玉畅了。 彭玉畅这两年在综艺这一方面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作为向往的生活的常住Mac来说,在这一档综艺节目里面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有梗的瞬间,他的加入也会为这一档综艺节目增添非常多的笑点吧。 除此之外,这一档综艺节目第二季第一期官宣飞行嘉宾魏大勋也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而魏大勋在私底下和彭玉畅就是非常好的朋友,魏大勋本身也作为综艺明星发展了很久,私底下的笑点也是比较多的,这一次五个人一起组成哈哈哈哈的第二季第一期的节目阵容,也让很多的网友对于这一档综艺节目十分的期待了。 而哈哈哈哈就搭档三人组曾经在奔跑吧兄弟给我们留下的笑点瞬间,也成为了非常经典的片段,不知道在第二季中,又会给我们传递怎样的价值观与正能量呢? 横玉畅的加入,自然是锦上添花,四个人重新组成的哈哈哈哈阵容,又会有怎样的全新看点呢? 横玉畅的穷 Heat